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牛访谈,我是主持人Rhyno。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也是在我们家做个主持的,伊如,还有伊如的好朋友,也是一个伊如。 为了方便起来,我们叫他的伊如的好朋友。 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是Sharon。 Sharon。 大家好。 伊如,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有好几期了,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你怎么有这个想法来这边做一个宗教方面的这个节目呢? 应该是从我在一个网络上面,然后看到这边在招募主持人,然后因为之前在高中的时候有过做电台的这种经历, 然后呢,就想到,或许可以做点跟我的学习专业心理学,或是跟... 是学心理学的? 对,对,对。 你是在什么地方学的? 是在Chain University,在皮特宝。 哦,不近啊。 一个小时吧。 然后那边有一个舞台山。 对,对,对,现在正在修。 对,前些日子我去了,人家不让进。 对,对,对,但是这个好像是在有节目的,就是在一些节日,或者是有大型的放声的时候它会开的。 嗯,嗯,然后就是因为自己的专业,而且呢,还是因为自己的爱好吧,可能是因为喜欢跟心理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后来慢慢的开始走向了这种精神方面的这个... 对,那你是在这边,就是加拿大本地对佛教感兴趣的是吗? 嗯,可能也是缘分吧,然后遇到了一个朋友,然后呢,那朋友给我介绍了就是关于这方面就是像灵魂啊这方面精神方面的相关的东西,然后呢,我一听感觉挺喜欢的,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了解,然后了解多了就觉得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哎,那咱们本地这些什么教会其实很多的,基督教啊,天主教啊,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都很多,你当时怎么没选那些教呢? 嗯,应该说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是,我接触的是一个叫生命禅院的,然后呢,里面呢,有包,就是我们所学习的东西呢,包括了圣经啊,然后道德经啊,然后还有古兰经,就是还有佛经。 就是各个宗教你其实都知道。 就是都了解一些皮毛,然后后来呢,也是因为一些因缘吧,然后认识到了这个佛教的师傅,然后觉得从 还是我们佛教最厉害,最好。 对,觉得就是给自己的帮助可能是更大一点,然后去解释的这个关于宇宙,关于这个生命的真相,觉得是更透彻一些。 嗯,嗯,那你能跟我们讲讲,哎,你学到了什么吗? 嗯,也,因为我也是入,就是,嗯,就是开始学佛不久吧,嗯,所以说,呃,如果说是那些理论的东西呢,其实,呃,我也不敢说太多。 哎,但是总有收获嘛。 对,收获的话呢,估计是在自己性格方面的,还有对人对物的一些看法,还有一些心态的改变这方面呢,觉得会比较明显一点。 我觉得这些方面对于一般学佛的人来说,就说是真正学佛的,不是说整天就是,呃,烧香拜佛,对于真正的是想修行,尤其是修心方面,呃,比较注重的人来说,都会有这方面的收获的。 那你就是,不是最先开始是照书本学习的,你是一先开始就有老师,对吧? 嗯,其实说,老师呢,是在中国,然后我是在这边,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是从,呃, 理论那些学呢,是没有那种,呃,呃,时间,或者是说也没有这个空间,不是很方便,嗯,那么就是,呃,刚开始就是如果自己遇到什么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例如感情啊,然后跟朋友的一些事情吧,然后呢,就会心里面会有一个哥的在那里,然后解不开。 哎,那我,我听说就是,呃,有的那个,上师有那种能力,嗯,嗯,嗯,你说遇到什么问题了,你想,哎,上师就直接给你回答了。 嗯,有的,这个应该在,如果是大家就对佛教比较了解的,嗯,嗯,然后其实这种能力对于这种,我们也叫神通吧。 对,我觉得很神奇啊。 对,其实是很普遍的,也是很正常的,如果就是说如果是真正的上师是,呃,真正的上师的话,那么这些能力对他们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只是说他们不会,不愿意就是说在大众面前去显示,因为或许就是怕给大众一些误导,或者,呃,引起一些误导了他们所学佛的这个真正的目的。 哎,那你,作为你本身,你有这种经验吗? 嗯,经验,可以说就是,呃,有,我是听到一些身边的朋友,然后像这种类型的事情,呃,其实是蛮普遍的,就像Sherry一样,她也,她朋友啊,她身边的那些,很多其实,对,这个因为,嗯,如果是听,就是,听说就是你完全不认识的人告诉你,你的感觉可能没有那么,那么强烈, 但是是你认识的人跟你说的话,就会比较,哎,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真的,就是,现在你打个电话,其实好多还不方便,经常没有信号啊,也去到经常大家也没信号了,嗯,你这个,哎,这个跟上师这交流,不,没,不受这信号控制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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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实是,嗯,就是像,如果是,就是,我们说有个心灵相通嘛,嗯,当弟子跟上师的心是非常接近的时候,或者是, 嗯,就是,就是,就是身口意三叶相应,然后就是师傅那边的,嗯,就是你的,你的行为就会跟师傅同步,这样子,所以,就是你,你有问题,你有问题,他能回答你,他能,他能,他能可以感应到,就像,其实这是,那你得学到什么地步才能有这种, 嗯,其实也不用,就像我们的,经常就,我们在电视里面,或者,日常生活中吧,我们经常会看到,就说,嗯,如果是孩子,有什么事情了,然后母亲啊,或,就会有那种感应,或者是就夫妻两个人之间,对,但是都可能是模模糊糊糊的嘛,不像这个,这个,你们这方面,哎,就是那么那么详细,因为我,我以前看过,有的那种书啊,嗯,就是他说,哎, 自己跟自己的上师那种沟通,详细到什么地步,哎,就是他有一个问题,问,然后,在那个某个地方,啊,可能叫灵台,我又忘了,叫什么了,嗯,然后,哎,那个上师就能告诉他,哎,你应该怎么怎么做,怎么怎么做,你做对了,还做错了,嗯,嗯,你,你,你没有这种经验,是吗?没有,这怎么讲呢,就是,就是,嗯,其实学佛,你刚才也有问那个问题,就是要学到什么程度, 才会有这种感应嘛,对啊,我想一定得是,本身修炼的,对,就是,其实学佛,对普通人来说,他一开始所要做的,就是要好好修行嘛,就是,如果你的行为都按照,啊,就是,啊,就是,啊,学佛修行,就是,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把自己的行为修,修成,就是,跟佛菩萨那种行为一样嘛,只要你是在认真修行,那么,不光是上师可以帮你,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父,父,父法,嗯,你有听过父法这个名字吗?就是,嗯,就是说,虚空当中有很多护法,他们都会帮你,对的,就是比方说你,你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啊,什么,那些护法会看到,他们直接就帮你了,你说这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只是,当然,可能在这边说,如果有些人听上去会觉得有点,这样玄化一样的,对啊,比现在那玄化小说还要神奇啊,但实时,是,嗯,就是, 就是,事实上是真的,因为我自己,我经历的可能比较少,但是我周围的人,因为我周围有很多学佛人,他们经历的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必须可能,你们现在刚是一年级,二年级,可能得从四年级才开始,才有这个水平,嗯,其实就是让你,呃,就是你知道那个,皈依嘛,就是我们,一如你也皈依了,对吧,嗯,就是皈依之后就要,就是,就是有那个戒律,你必须要遵守嘛,嗯,然后就是, 所有的,学佛就是必须要,就是,诸恶莫做,众善奉行嘛,尽量做到这一点,你是,就是我们是在努力做的话,那自然就会,啊,得到,遇到困难,就会得到帮助,但是你这个帮助还是属于是,模糊糊的,就说,就,我举个,有人,有人帮助你,但是你自己不知道,其实就,对,就比方说,啊,我举个例子,好不好,嗯,就是我妈,发生在我妈身上的,她也学佛嘛,然后就是有一次, 我,呃,就是我们家是在上海的,嗯,不知道你知道上海的交通很繁华吧,我知道,对,然后就是下午大概四点多,在那个,嗯,一个高架桥上面嘛,然后他坐在车上,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然后,那个驾驶员在开车,是那种Van嘛,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突然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那个司机想踩刹车,然后那个车就是三百六十度这样转,转,转,就是,等于说,停下来的时候是反的跟别人的车,然后就是这个 我妈看到后面的车,其实后面有很多车的,嗯,然后,但是后面的车就,就停在很远的地方,是一,像,像有一根什么东西这样拦下来一样,就是,就完全停得很齐地停在那边,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个真是不错,啊,还有就是,还有一位,呃,老师姐嘛, 他之前就是,呃,呃,呃,在做饭的时候,有一锅油,嗯,不小心,是一锅油啊,很烫的油,这样不小心全部浇到脚上了,然后他就,但是他一点都不觉得痛,他就,他就去医院嘛,然后医生也没帮他看什么,他就一直在念,呃,念那个,就是他那个上司传给他的那些,呃,呃,经文什么,他就一直念,然后就一点不痛,然后没多久就好了,就,就很神奇的事情, 他不痛是因为没受伤,油掉在脚上怎么可能不疼,怎么可能不受伤,你要,就是不疼,对啊,就是不疼,因为我说的这些事情都是事实,不是编出来,或者是听,就是,就可能你听我说,可能觉得是你听我说,但是我听的是事实,当事人说的,啊,对,那,比如说,那就你自己,有什么,发生你自己身上的吗? 我没有那么强烈,可能我修行的还不够好吧,但是至少我学佛之后,我的,就是,就像刚刚一如说的,就很,就是,怎么讲呢,就,很多想法都改变了,就是对有些事情的,就会看清楚本质吧,不会抓牛角尖, 哎,那你们觉得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有人说,哎,这个事情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能量 哦,世界的本质,你是说 对啊 嗯,我是也是听这样说的,是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能量团,嗯,那么,当你的,就像些,慈悲啊,爱啊,这种,正面的这种,呃,叫,正面能量 正能量 对,当你的正面能量呢,强的时候呢,就是对你自身的,然后,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些冰死,他有过冰死经历 嗯,然后呢,他是跟我说,是说,他,在他经历中吧,然后他看到,每个人就是像一个能量团 然后你的,你能量团的颜色啊,还有强度,都是不一样的 啊,那你有没有问他,哎,什么人,什么颜色啊? 呃,这个我没有,但是我看过一些文章,就是说,呃,有说就是某,就是哪一种,呃,像品质啊,然后会有什么样的能量 然后,呃,就这方面的,有一个是,有一个叫水知道答案,这本书你听过吗? 我看过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也是,呃,也是就是 我觉得是真实存在的,是吗? 因为他是,呃,是一个江本山博士嘛,是他是博士做的试验 所以我觉得他还有提供了很多,就是那些照片,紧急数据 对,但是他本身,其实他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啊 对 他只是对着这水说,哎,你太讨厌了 嗯哼 然后就说,哎,我好喜欢你啊,这就有变化 嗯哼 对吧,他是不是说,哎,每个人不管你修行不修行,其实都是有一定精神能量的 本身我们的精神就是一种能量 只不过我们修行以后,就是可以把它变强 呃,其实像我们的任何的思想,然后它都是一种能量 而且这种思想的能量,当它聚集到就是非常集中的时候,它是它这种能力能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然后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聊这个话题 好,欢迎大家回来星球访谈,我是Reno,今天咱们谈的是宗教信仰 咱们刚才谈到是每个人的精神能量,有高有低 嗯,你觉得你修行,你修行了多少,多久 嗯,可能是,应该说是接触佛法了三四年 嗯,那你真正修行呢 嗯,真正的修行可能是才开始 哦,那你觉得你自从 嗯,用正确的方法修行以后,你的这精神能量变强了吗 嗯,我不知道我的精神能量,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比以前好很多了 嗯,比以前看事情要看,或者性格更加包容了 嗯,然后看问题的时候也懂得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 嗯,然后,嗯,觉得这种好处有很多很多 对,这个好处挺好的,嗯,就是以后就家长不需要管了 嗯,反正是综,就综合来说是觉得人会变得更加平和,然后更加快乐 烦恼呢,也会更加少 当然不是说没有什么烦恼事情发生 嗯,就是说烦恼的事情 知道处理这个烦恼 对,你知道怎么去改变自己的心态 然后去调整自己 然后让自己去,呃,去有一种完全就是说,呃,那种新的那种心态去面对 我的理解就是,其实你现在还是属于被动的阶段 就是外面的环境施加你不同的这种压力啊,不同的影响 然后你怎么来调节自己的心态来适应这个外界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哎,你内心强大到一定地步了 你就可以影响外界 嗯,是肯定是会有这样的 我觉得还是要先改变自己吧 就是从自己做起 不能够,就是其实学佛主要还是自己修行 不能要求别人怎样 对,但是自己修行,呃,咱们有那种,哎,小成大成之说,是吧 嗯,小成就说自己修自己的,我不管别人 嗯,后来发展了以后就说明,说到大成说 哎,我不光是对自己好,我还有能力让大家都变好 嗯,其实无论是小成大成 然后其实你要想帮别人,必须就是佛教里面有说自度度他 你必须要能自己有这种能量,正能量,你才能传递给外界 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说,哎,咱们,因为咱们水平都没到那阶段 我只是说,哎,咱们只是探讨一下 有没有那么一阶段,我上升到一定地步,我就可以影响其他的人了 那肯定有啦,就是我们现在想说就是我们因为刚刚开始学嘛 咱们不一定都说自己嘛,咱们可以说说这个整个大家 那要,那就是要修到圣人了,修到圣人自然就会能量比较大 但是即使在凡夫阶段的话,就是可能以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别人 就像我们现在做这个节目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教 想让更多的人可以学佛,因为学佛是件很好的事情 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就还,自己可能还没有做到很 就是还没有修行秀的足够,所以还要继续努力 然后如果是,那就是你刚才说大成小成嘛 那么小成其实就是罗汉,就是自了汉嘛 他们就是自己度自己,不管别人 但是他们是罗汉,就是了生托死的最低阶段 他们要想在,罗汉还是会有,怎么讲呢 就不是最究竟的,只有佛才是最究竟的 那即使菩萨都要继续度人,然后再变成佛,就是转化成佛 嗯,菩萨 就是,就罗汉,菩萨和佛,佛是最高的,佛是完美的 没有一点缺点,然后接下来是菩萨 菩萨也不是,没有佛那么完美 然后再次 佛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种最高的形式 那就是,其实有很多种佛,是吧 对,有很多佛 就是说,很多种不同的佛,都是完美的 只要是佛,就是完美的 这样你达到那个佛的那种境界 就是说,你已经找到了你真正的自己 然后你已经到达了你所谓的我们的生命的一种最高的一种阶段 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到达最完美的自己 但是呢,这个最完美的自己不一定跟别人一样 其实在佛教说,我们的自信全部都是一样的 就是佛,都有佛性 我们每个人都是相同的 就是每个众生都有佛性 都有就是那个和佛一样的佛性 但是是需要修行 就是如果想的话,都是可以修行能够达到那个目的的 我们的区别就是因为我们的像一些贪心 吃心,就鱼吃心 然后还有嗔恨心,怀疑心,还有傲慢心等等 这所有的我们称为,佛教称为是无独 然后因为这些,所以让我们自己呢 被这个,就是这些外界,这种我们认为是真实的这种外界所迷惑 以至于找不到我们所谓是真正的自己 对 没有,它是存在的,但是是患有的 因为你不能说这个世界不存在,因为它是存在的,但是它是患有的 这个世界是怎么,这个世界是,比如说是佛一个念头想出来的吗 不是 那但是怎么出来呢 要说这个问题就比较难讲了 因为其实人类是无始就有,就是存在的嘛 但是,这个比较难说清楚 因为就是,我是,我也下读过一些啊 有的人就说因为有什么,几千,多少个大千世界 多少个小千世界,多少个中千世界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某一个 但是所有这个世界呢,其实都是 某个佛,或者说是 是什么 某个佛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说 是一个念头产生的,所有所有这些东西 你们觉得这种说法,你可信吗 还是说你们那个受的教育没这说法 我,就像我还是刚才那样说 就是,这个就一下子说不清楚 不能说是某一个佛这样一个念头出来的 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 比较难说这个 我也觉得我现在的能力,我解释不好这个问题 对 不好意思 说,其实我是完全是凭我听出来的那个,那些知识来说的 并不是说我自己有这种感受啊 那就随便探讨 那你们能不能说说,就是你们 比如说你是做这种节目啦 或者说你们平时会跟人家说 大家来信佛 有这种好处 然后会不会 说大家说 哎呀,你怎么跟我说这个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挺正常的 就像我们想要去,因为我们自己受益了 然后我们很想让我们的亲人 然后我们的朋友也一起能受益 能够有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转变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需要一点因缘 还有就是像我在,我记得我在大一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我们的心理学的一个叫Teaching Assistant 他应该已经拿到了一个Master的Psychology的Degree 然后呢,那时候他是基督教徒 我那时候呢就很疑惑 我觉得就是学心理学的 为什么还会有宗教信仰 还会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然后后来到了我真正接触佛法的时候 我才觉得我可以了解 那这个原因在哪里 其实不光是学心理学的 很多科学家他们都是信 有些超自然的东西存在的 对,现在就有一科叫超自然心理学 就是,然后目的就是通过一些研究 来实验 来去证明这个超自然现象 就像,其中还有就是通过一些打坐啊 然后去达到一种治疗的效果 对,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灵魂 你们觉得这灵魂真的存在吗 当然存在了 只是每个教法不一样 灵魂是佛教里面应该是叫灵智心事吧 神事 神事,对 因为就是有的,就是西方的科学家 他们有很多人就研究这个东西 对 然后给那一死人搁在乘上 然后断气的时候一看 哎,少了21克 这21克就是灵魂的力量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佛法最前的 就是因为我刚才提过那个朋友 然后呢,他跟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然后我们挺有缘 对,然后呢,他就告诉我 因为他的人呢,我觉得也是可以信赖的 所以他跟我讲了他这种病死经历的这种亲身经历 然后让我就开始慢慢的去思考这个灵魂 那他真的觉得自己飞起来啊 在看下面的吗 对,他是在四岁的时候呢,有了一车祸 然后呢,在车祸的时候 以后呢,他就感觉自己的 好像自己是在慢慢慢慢的往上飘 然后呢,后来呢,飘到空中以后 就看到自己躺在地下 看到他妈妈呢,趴在他身上 把四岁的时候他都知道 对,其实四岁的时候已经有记忆了 我基本上没有 每个人不一样 那是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 让你有必要记得 对,只是灵魂心经历的一点点 对 但是他这个挺厉害的 他这个说明他不是看了别的小说啊 或者看了电视之后有的感觉 因为有的人经常是说有一个幻觉 是因为外面有以前有过这方面的刺激 然后就说,哎呀,以前想过 然后等他在无意识的时候 可能他就有这种幻觉 但是像他四岁的时候 他恐怕没看过 不一定认识字 没看过书,没看过电视 然后他有这种感觉 可能就会是真实一些 对,然后后来他也就是 因为这件事 然后我也查了很多 关于冰死经历的一些 就是网站啊 其实像这有冰死经历的人 特别特别多 在国内也有很多 然后就大部分呢 都说有了这个经历以后呢 然后呢,性格 然后还有一些职业 什么都发生很大的一种变化 然后就是有这种经历以后呢 他们很多人就是可能是充满了 就对正面能量方面的东西呢 更加去追求 然后更爱心 就是更有爱心 然后更愿意帮助别人 那就是有那种 有好多人号称自己那种转世啊 什么灵魂转生啊 你觉得那么可信吗 那要因人而异 对,就是有人这么说嘛 那你是指什么 你是指指他 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遇到过 但是有的报道啊 或者是网上啊 电视里有的说 说我以前在哪哪出生的 说我以上辈子干过什么什么事情 我上辈子怎么死的 就是有好的这种报道嘛 哦,这个 这方面的资料是蛮多的 就像我在我的节目中也讲了很多 在我节目中呢 就是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 关于就是大学教授 或者是心理学家 然后他们做了一种实验 然后来证明,调查 然后证明了这个 对,他们说我在哪哪儿 然后那人就去查去了 说真有这么一村 这么一地方 对,这种事情其实是很多的 在佛教来说 有很多就像比较高僧大德 他们的转世 然后也会有很多 就是去寻找他下一世在哪里 但是那些人 他们不是什么高僧大德 他们没学过 可能都从来没学过 不是,因为你有听过六道轮回吗 那就是我们 那你相信 其实你信佛教 你相信吗 我怎么说呢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我希望我信 我希望它存在 但是呢 我本身是没有这种感觉 可能比较迟乱 但是我希望它存在 不然的话 人死如灯灭 这太悲哀了 其实都是一个过程 我觉得是每一个人 就是从不信到信 然后还有一个心态的一种改变 都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 然后或者 或许就是当那个姻缘到的时候 然后一下就 没准有一个 其实你那个老师来找你 就是你的姻缘 对 然后光看书 书上 书中有自有欠 这个黄金屋 但是光看了之后 你不是他信的 对 其实我觉得我也蛮幸运的 因为就是除了刚才给你说的 有病死经历的这朋友 然后还有个朋友呢 就也是关系挺好的 也是他亲身经历 然后就是 就是像我们中医所说的一些经脉吧 然后他在八岁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呢 他就 他妈妈带他呢 去打通 这个天一 打开天眼 哇 这个 这其实 其实也就是说 通过打坐 然后呢 可能一些咒语 念完以后呢 他就可以 天眼就可以开了 然后呢 就说开了以后呢 他就可以 就可以看到 一个人的一个经脉 然后他也可以知道 就是说 假如你在 你在这个房间里面 在隔壁房间呢 站几个人 他可以看到 因为他可以透过这个墙 看到对面的 就是旁边 他有几个经脉 从经脉 他就可以判断多少人 还有就是说 因为我们每个人 就是当你有病的时候 估计就是一个 淤结在那边 然后有淤结的时候 然后慢慢慢慢扩大 就会成为一种病 对 然后呢 他就呢 在 他就可以就是 帮人去看 他身上有没有 那种黑点 因为一有黑点 就可能有个淤结 所以呢 很多人请他 就帮忙看病 然后呢 他会指给那个人 就说 你这地方有点黑 你可以去医院 去查一下 到底这边 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一般他帮 就是那些人呢 去查的 都是这个地方 所说那个地方 都是有问题的 太厉害了 我也想去开个天 但是呢 这种就是 一定要是在小的时候 因为小孩子的那种 像我们的那种 五毒比较 被污染的程度 比较少一点 对 那他学佛吗 他没有 他是小时候 八岁的时候 但是现在他 就是对这方面 比较感兴趣 然后再慢慢慢慢学 那他现在还是能够看 可以帮 没有 不能了 不能了 对 因为这个好像 也是需要一些练的 还是 就是打坐 继续一个半练 他可能都有正确的 老师指引 练功方法 对 他如果不练的话 就跟跑步似的 越跑越快 如果老不跑的话 就跑不快了 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吧 我不太清楚 咱们再休息一下 以后咱们再继续 好 欢迎大家回来 新旧访谈 我是主持人Raino 今天咱们继续来 聊聊宗教信仰 刚才一如跟我们 分享了一些 他学佛之前之后的变化 Sharon 你给我们也说说 你自己的感觉 我是觉得学佛之后 我的改变是很大的 就很多方面 想法方面 为人处事方面 就我在没有学佛之前 是那种比较忧郁的 就什么事情 很容易就很不开心 然后也会很注意 别人对我的看法 然后我开始学佛之后 我就完全改变了 这种就看法 觉得就是一个人 没有可能让所有人 都喜欢你 就是你只要做 对的事情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 因为就是很容易不开心 是因为可能在生活当中 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事 然后为什么有人就会 特别来刁难你 或者怎样 对 为什么会得到这种惩罚 我没有做错事 对 然后因为 因为佛教是讲英国 因为可能佛教是讲六道轮回 也许有些人觉得 他这一世没有做任何坏事 为什么会得到不好的结果 那是因为 对 是因为这样 对 所以如果你能这样想的话 那就很多事情你都可以想开了 就不会钻牛角尖 或者就不开心 这样可能会恶性循环 因为心态要 必须要保持良好心态 然后事情才会顺利 如果你老是很郁闷的 那就是恶性循环 那个气场就会不好 然后越来越不顺 那就是说 那你的老师有没有说 你这个变化不错 再接再厉 对啊 那就是要好好修行嘛 其实关键就是要好好修行 然后就是这样的话 你的也会变得聪明一点 然后智慧也会长 然后可能生活方面 就会遇到少一点困难 然后 就是说 你在学以后还会变 比如说不光心情变好了 困难还变少了 对 因为 就像刚才前面有提到 你说 我们有提到那个 跟师傅那个三爷相应什么 可能在 刚才也有举过一些例子 就是 就是有护法或者什么 会在帮你嘛 如果你真的是修行很好的话 在你不经意的时候 对 有人帮你吗 对 有些时候就比方说 怎么讲 其实就是当 我觉得做善事做多的时候 本身的命运也会跟着改变的 不仅是命运 就是说从相貌啊 指纹啊 什么都会改变 指纹 不是指纹叫 手掌文 掌文会变吗 没有掌文 掌文会变吗 对 掌文会变 命运都会改变的 因为是看手上 也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如果你修行了 那自然就会改变 就像我们人的一生 其实是有定的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死 这是定的 但是如果你学佛修行了 就可以改变 对啊 我也看过那本书嘛 了凡私讯 对啊 说我干了多少好事 然后 命运全部都改变了 那个官也当成了 然后岁数也多了 这手文还能变吗 对啊 就是改变你的命运了嘛 对 因为手文 其实它也可以告诉你 你的命运的一部分的 所以就是当你命运改变的时候 这手文也是会变的 哇 这样挺好 对啊 所以才想让就是众生都学佛修行嘛 就是 其实很多人学佛修行 一开始的目的都不一样 就有些人就是想要得福报才学佛的 对啊 就很多人就是 咱们国内有很多 这庙那庙到处得见嘛 然后烧一根箱 八千八百八十八块 往那一出 说可能我今年就能多挣点钱 这个我们就 其实这方面 因这方面来去学的也有很多 还有就是也有就是 遭受了什么 就是尤其情感方面的 很大的痛苦 因此然后开始学佛也有很多 但是也有很多 就是说真正的是想去寻找 这种精神方面的 这种想知道到底这个世界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到底是谁 这方面的也有很多 现在的年轻人 尤其大学生学佛的很多很多 对但国内的都是国内的对吧 对国内的 这边的好像不是特别的多 嗯 或者是我们接触的不多 你们这工作没有做到家呀 这边其实像一些 这边卖地天神三腿啊 叫佛教的一些 都有很多组织的 那这边好像印度的做的 他们做的不错 嗯 本身他们就全国全民性教嘛 也 对对对 哎你们对这个印度教 有有什么看法吗 嗯 印度教其实它也是属于善 善教 就跟基督教那些差不多 但是 就是不是因为我是学佛 所以我这么说 佛 只有佛教才是最究竟的 像 嗯 像天主教 他们说要进天堂嘛 那么天堂其实就是佛教里的天人道 就是 佛教里有六道轮回嘛 地狱 畜生 恶鬼 然后 就是三恶道 三三道 人 阿修罗和天人道嘛 对 那么其实你进入天人道 你还是会 有一天还是要掉下来的 嗯 所以就是 我这样说可以吗 我会 西方极乐世界它比较好 对吧 对 那这个咱们国内有一个叫净土宗啊 嗯 嗯 不需要干什么 我就念一下阿弥陀佛 就可以去那个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不是叫不要干什么 不是 就是最省事的嘛 不是最省事的 它是要你 其实说我是觉得无论是哪一种法门 嗯 就是说 其实不仅是念佛 真正的是修行是要去修你的心 去改变你的心态 这种才是最究竟的一种改变 然后像念咒语啊 这些是一种辅助的一种 一种修行 对 其实 因为你念完之后 你这个精神调到某个频率了 比较帮助你 其实你要说念阿弥陀佛往生 这是最难的 这是最难的 对 但是每个人的姻缘不一样 就是我会对这个老师傅 然后特别相信他 那也是因为我前世的姻缘 所注定的 所以也是每个人的慧根不一样 所以这些不同的宗派啊 是适合不同的一些人 所以就是 是不是你这个 因为你这个人是 以前就是做过某些事啊 或者你这个人本身是有什么的因缘 因果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老师 对 这些也是 会跟你上辈子有关系 就是 就不是这一辈子 像我们学佛 这样 我相信我们之前上辈子都已经学过了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就所遇到的任何人 我们前世之前也或许是遇到过的 然后有在一起 只是说我们的身份不一样 但是还就是我们只是到了这一世 我们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做不同的事情 然后但是所连接的是一个因缘 是一个因果 那你们说这种因果是渴求的吗 还是自然而然的你就会遇到某些 你说的是因缘吧 就是某些 就比如说 假设呀 我说 为什么我没有找到一个老师 那老师为什么不来找我呀 是因为这个实际味道呢 还是说我要自己去主动去找你呢 我觉得就是 我学到的就是 你首先要就是还是要自己的行为修正 如果你真的想要学 找到一个好老师 然后你真的是已经把自己的行为修好了 那这个老师自然会来到你面前 他会来找你 就是说不需要你去 对 我花多少钱我上佛学院 当然 对还是 说到底还是要先把行修好 当然这个是比较难一点了 对 我们会去很自发性的去 要去寻找老师 去给我们加一指点 给我们就是 给我们用那种照料我们前行的路 那你这些老师 比如说你自己上赶着去找那个人 会不会看不上你呢 不会是看不上你 如果是高森大德的话嘛 他们是非常有慈悲心的 然后如果是说 据你据这文脉的话 那可能是有一些姻缘 然后这种更深层次的东西 是我们不说 就是我们的凡人所不能理解的 但其实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你好的 但是就是说你不需要害怕 对 他们是非常爱你的 像高森大德 就像我们父母对我们一样的 我说到底还是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自己 你真的想就是相信佛教 就是相信佛菩萨的存在 想要就是做善事 多做善事少做恶事 然后你自然你想要学 你想要见到老师自然会有 那我们时间也不多了 你们给我们听众朋友也说说 比如说我们希望你们怎么样啊 比如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呀 我们最后来一个总结好不好 总结啊 我觉得就是 就说做不关自在的节目 然后这个做节目的原因呢 就是很想分享我的所得 我的快乐 然后我的收获给大家 所以呢 这期节目也是一样的 我很希望就是 大家也能够 可以去放开自己的心扉 不要是就是认为佛教是一种迷信 就把它拒之门外 其实可以去了解一点 不要是有任何的偏见 然后当你放开心去了解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会让你 给你很大的改变 就是我想说 有些东西看不到 不代表它不存在吗 所以其实我相信每个人 只要他真的愿意去花一点时间 了解佛教的话 他都会相信佛教是 其实是很科学的 佛教其实是科学 可以这么说 没了 其实就是对于这种 学佛以后的好处 我们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 是有很多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从一点 就是从言行上 然后从思想上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然后以前特别执着的东西 现在可以放下了 然后以前觉得 非他不可东西 现在觉得也是有姻缘所定 然后不至于要去 去让自己那么痛苦 有很多种好处 但是必须要你去接触 然后你才能一样感受到这种变化 好 那我们听众朋友 如果感兴趣 自己去接触一下 如果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办 就找我们这个 另外一个主持人 一如 好 好都很愿意帮助 今天我们也谢谢两位一如 来到我的节目 然后跟大家聊了这么多 好 希望有机会咱们再见 再聊 好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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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